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爛韭菜,炭爛韭菜,那現在時間是下午的4點06分 然後我們今天整理大盤呢 直接上漲了453點 對,那 在這一週我們終於停過了 那在週一的時候,那時候就有講嘛,我們說 電子指數 它就是一個很微妙的一個指數嘛 它 守住,那其他的 怎麼崩都沒關係 對,那我們在 在週三的時候其實還蠻擔心的,再來週四就稍微回來,那週五直接噴上電,還創了一個 算是波段的新高啦,還沒有到歷史新高,歷史新高是911.55這樣子 那反正其他指數可能有些還東倒西外的 情況之下,電子指數終於往上了啦,那 也可能拖這個 台積電啦,台積電上漲了38,大家可以看一下 台積電今天貢獻了333點,真的是非常非常厲害 然後呢,成交值呢 貢獻了998.94億 可以看我這邊打的 就是說啦,今天呢 這個成交額不過才4231億 那個台積電就佔了四分之一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啦 好,那不知道大家手上的個股有沒有上漲啊 應該大部分只有這個有進場這個AI的有漲 對,那這個 行情超級像之前的 大概6月7月的時候 去年的6月7月,就可能有些個股 大部分都東倒西外,然後呢 就是唯獨的AI最強,當然還是 我認為啦,就也沒有到全部,就是只有跑到AI啦 但大部分確實都要AI這個區塊 好啦,我們就來說吧 那今天呢,我的庭力比較多一點 然後我們今天講的東西也比較偏少 我就想說 週五嘛 那就簡單,然後大致上把我想要表達的東西大致上講結束這樣子 然後 我們就開始來看這個庭力的部分 那庭力有偽創技嘉廣達 沒錯 我有再買回 買回來的三大檔 但是 停損的趴數還沒到很漂亮 只不過因為 都到錢高啦 就想說 那就先來賣一點點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可以看到的部分是,停損的部分是只有一檔 就是滑城 儲能的部分 再來的話呢就是 滑幫店 滑幫店的部分2趴 為什麼2趴就賣 也是整筆賣 我覺得那時候只在週三的時候想要抓一個反彈 昨天小反彈,今天小反彈 就把它賣掉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技嘉是 之前是打兩筆單 我之前有一筆單比較高一點 257就進場 但是那時候支撐是在250 然後後來我在248的時候又再次進場 所以說他這個趴數3趴是 他把這一個 這個賣掉 這個 技嘉廣達跟偽創都是賣三分之一 那 技嘉部分是把之前的257賣掉 所以說趴數是3趴 趴數可能就會再高一點 因為沒有多高啦 大概可能再多3趴吧 因為 248左右 廣達跟偽創是道前高 再來的話 安格是破日線 然後這邊就來講 那我們先講 先講這個好了 我們技嘉部分 技嘉部分其實我們在 不管在復盤 我們復盤都一直放在這個地方啦 每天都在觀察啦 然後 那時候其實也講了 N百遍 這是N百遍 只要你有看我節目的人 基本上 偶爾會提到啦 但沒有沒事的提到 所以那時候就說是250 左右 然後我們的 後 其實我們會員個股是 沒有特別丟 就1月3號的時候 這三檔上有丟進去 然後後面就都沒有丟了 我忘記什麼時候 反正就是 節目裡面就是在講 那在 今天呢 應該算是一個小小的突破啦 但突破沒有到很明顯 如果說在周一 回撤到這個地方的話 那可能就是一個比較漂亮的突破 這樣子 好 廣達吧 那廣達滿幸運的 那時候 這地方沒有追嘛 然後 這因為隔壁根直接殺下來嘛 追突破就掛了 那 我乖乖的 等到這個周四 然後昨天才買 那今天就表現不錯 我今天就有上漲8%這樣 我的%數比較少 的原因是因為我比較提早賣 他後面好拉一個 也不算拉一個尾盤啦 只是我比較早賣一點這樣子 對那 大戰是這樣 那 現在目前看起來 呃 我這邊花一條垂直線 我想把 左邊跟右邊去區分開啦 但是 又不可能說完全區分 因為上面一定還是有套牢的一些人 那所以說 如果說這是抓一些壓力的話呢 可能下一個比較大壓是 255左右啦 那我個人 不覺得說這地方值不能 去考慮 當然 自己想想看吧 235 好再看一下尾創吧 那尾創的部分是我在 這天先買 應該說我對我在這天買的 所以說我的 成本是在98點多 對所以說我%數沒那麼漂亮 而且我在 盤中的時候也是賣出去 我記得在 他鎖不住這個地方 然後我賣的蠻低一點 這是賣105.5吧 然後蠻低一點然後後面有鎖上去 多1.5 那所以說 就大量這樣子吧 這個在節目裡面就很常講 講的真是恩百遍 所以這三檔理論上你有興趣的觀察到現在 應該是可以去做到進場 但 因為像偽創 然後還有廣達 廣達是之前 忘記這邊好像 這邊好像有進場吧 廣達好像有進場 然後後面都是失敗的 那這一次終於 突破上去了 之前偽創也是 在這地方有進場 因為那時候這裡是打了一個漂亮的W底 對不對 然後進場 然後 都沒有賣 全部都沒有賣 這根上去的時候也沒有賣 所以後面整名單是損出 所以目前賺的 不要說我賺 我在 賠之前 我在那個 把這個 之前的那個 失敗給彌補回去 而且錯兩次 我記得好像也是失敗兩次 這邊也有一次 所以說是 停準了兩次 那現在再慢慢的往上走 對 希望他給我補 補這兩次失敗的機會 OK那再來我們就看這個 滑棒墊就蠻無聊 那時候是抓 周三嘛 打到支撐 然後 看他在 尾盤 看起來很可愛 再把他進場 進場一下 那就覺得%數太少了 賣掉之後就轉到別的地方 因為他這個 顛多啦 我覺得因為他有一個前高了 所以我不會覺得說他短期之內會走得很強 這個部分 所以 我會覺得說 好啦 那大致上 如果說要抓一層的話 代表說 可能 比如說這裡是11月15號 然後到這裡是12月26 至少說這地方整段貼過去到右邊 一個時間 走的話 大臣搞不好 要花個一個月去做消化 那現在才剛剛要反彈 那我覺得 他可能 這個這裡到然後那邊可能就卡住 那甚至 盤一盤就下去 所以就把這邊賣掉了 就是那時候想要抓一個反彈 然後安格爾就是 破了這個五日線 就想說賣掉了 那我自己成本是在 這個區 對 如果說你有進場的話 就一樣看自己啦 只是 我覺得我想要賣掉 你如果說 之前有賣過一次 那因為我現在賣第二次嘛 那我 我會覺得說 那看自己要不要賣 其實全部看自己 因為有可能是 剛好今天比較爛而已 那 都行 就看自己 好那 唯一檔的這個停損人是滑城 那滑城的部分呢 那時候是就沒有手要這麼低啦 其實理論上手要這麼低也是合理的 因為 3到5% 然後因為拉下來剛好他有5% 就覺得有點討厭 對那其實 我覺得手速350好像也蠻合理的 如果看自己啦 看自己 如果說你還沒有去做停損人 或許手速349之類的 對那今天最低也是到 我要賣在353多吧 我是抓一些比較小的細節 那 Maybe他之後反彈 不曉得 反正就是停損了這樣子 好啦我們繼續講下去吧 那基本上那個資金留在小規股上面 哪些小規股 其實你切開這個 漲幅看板 你基本上沒看過啦 凱塑泰國 安可 安可有聽過 安泰克知道吧 點金附金通 斬達 紅旭 三倍的 旅星 遜達也有 智能進場後面停損 然後 男子店也有 PCB 那其實大大多數 大多數都沒停過 而且他的這個 成交的這個 金額都超級少 2800億然後就手掌停板 4100億就做這個 不是2800萬 4100萬然後就 手掌停板 所以這 都是一些小規股啦 今天都偏小規股 就覺得說 這個 好像大盤 漲了300多點 但是就是 台積電共新的 超級無敵多 再來 這是剛剛前面開頭講的 台積電的部分 是998.91 然後 今天 就是佔了今天的四分之一 再來我們可以關注的是 因為今天整個資金流 都往這個 就是 這個 電腦集中 AI的區塊 那看一下AI今天漲了多少 AI今天漲了4% 這真的是蠻厲害的 真的蠻厲害的 而且 而且 半導體 半導體基本上就是這個 誰的 台積電跟聯發科 聯發跟台積電基本上 今天要大漲 所以要漲4% 4.7% 4.76蠻厲害的 那這個電腦的幾周邊設備也是漲了4% 基本上是一大根 一大根突破 那曾經的一個位置 那時候是抓這個地方為這個 支撐壓力 在240左右 那不知道會不會延續下去看 那如果說是的話 那就是說 240 突破了 所以說後面的行情 可以去期待 或許就是有機會一直 漲漲漲漲漲 Maybe啦 不曉得 對因為 前面這邊他的線型 還蠻亂的 我沒辦法說 判斷得很精準 對可能看下一個比較大的 254 254之類的吧 好啦我們繼續看下去 那基本上 資金流大約像這樣子 就是整個資金就 灌到那個地方去 那再來一些比較細別的個股 我可能就 我還沒有看啦 還沒有看他看完之後 我整理一下就丟到 這個會員 影片這樣子 就是說 看看哪些個股有 全新的機會 然後丟到那邊去 那你看 你不看會員個股 那 你看到 技嘉 偽創 廣大 還是有機會 但是 偽創也是失敗兩次 對也是失敗兩次 那希望這次能夠把 之前失敗的那個部位給補回來 這樣子 都還是有機會 不過 我就覺得我們只是在玩一個機率遊戲 我就很純粹嘛 這技術分析 就是沒有偏看大盤 沒有 在偏看一些比較偏產業面的東西 好我們就來看大盤吧 那大盤的部分的話 我們先來看一些 其他的一些 指數吧 我們就看一下這個 納指 納指昨天也是往上突破 那在前天是說抓在這個地方 所以說 目前大概16900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強支撐 看有沒有機會 那昨天就有說拉下引線然後往上走 真的飛超高的 我沒想到飛這麼高 再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美元兌台幣 美元兌台幣呢 今天中雜 那 其實我也忘記我後面有看特別看數據 今天是不是這個 外資買800億是不是 是嗎我也忘記 那前天是 前天嘛是砍700億 那這個今天是買800億 是嗎 如果說是對 那就是他剛好卡到這個 昨天講的那個壓力點 那接下來呢 如果說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同步 非常正比正向 應該說 反比關係 只是他 這個地方 美元去貶值 那台幣往上一個反比關係的話 那代表是說 他如果卡到大概這個位階的時候 是不是台股呢 又要去 有一些回檔了呢 我不曉得 因為之前其實有一陣子很準 就是這一陣子很準 那後面這一陣子其實就沒有那麼準 對就沒有那麼那麼的準 沒有那麼那麼的準 但你說 他有沒有很真相 很直接的關係 其實 有 也沒有 對那你看好像去年的 去年的這個地方 剛好就是在 11月1號的時候開始暴跌嘛 這個地方跌了大概一個月 跌到12月中 基本上到12月中 的行情都還算不錯 差不多到 他是最低到12月底 然後開始反彈 所以說目前呢 就是在這個區域 這樣去走 對 那我們的 大盤的部分 就是搞不好跟他有些關係 我們就一起在 拿來做觀察 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回來看這個大盤的部分吧 那大盤不符合我們前天的腳本2 落中間是從 在這一周 或是說每天都有準時收看的 希望 希望我的 櫃買指數 直穩 我們的櫃買指數 直穩 跟我們的那個 跟我們的電子指數 直穩有 有幫助到你啦 有幫助到你說 真的是 有評有據 而不是那邊隨便小吉巴亂寒說什麼 今年就是復蘇元年就已經往上走這件事情 根本 也不一定 未必 對不對 大家看這樣子 這是前天講的那個腳本 腳本是這樣子 就是說直接啦 正好個股直接做 繼續做 怕傻 大盤就是針對這個 全資股 針對全資股 全資股是只有那個 台積電今天往上飛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吧 那基本上 這個 目前 如果說我們看日線結構的話 是17350 就是大盤已經做了一個破底翻 我們來看一下 17350 大盤做了一個破底翻 這是日線格局 然後我在 忘記周一還是周二的時候啦 這根應該是周二啦 周二的時候說嘛 最最最最嚴重嘛 如果說我們用 看各國方法去看的話 那必須啦 假設這一層是 這一條線非常重要的線的話 那理論上是要跌破這兩根的底點 才算是挺順嘛 那他周三剛好就卡到 然後周四 只穩然後周五就往上飛 對那算是也蠻符合 蠻符合那時候當下講的 那 支撐還是仍然先看 17350 不會說馬上看這個地方 但有可能 他這地方是來打第二隻腳 然後從事以後結構改變 這個也是有機會 也是因為看到 打得非常完美嘛 剛好就是兩個腳是平的 左腳右腳是平的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看這一個部分的話 可以發現說 這個地方剛好就是卡住嘛 17700 這個地方 對那他是否呢 就是之前我們說 左肩右肩那個頭肩頂的一個位 那如果都能夠突破 那回撤 那這個前高到底 能不能夠突破這件事情 那就是 給大家稍微去思考一下 那我們先看一下周線吧 周線格局其實我認為 去年到現在的格局好像都比 之前這邊還好判斷 然後這邊這個框 這邊這個框 當然是用周線格局去看啦 對那 周線格局的話是今天差 在這一周差了一個下影線這樣子 對那我們就回歸到這個地方啦 就是說 我們啦 我寫下一個劇本 那大家覺得說劇本會是1還是2 讓大家這個 想一下 大家覺得說啦 會不會呢 碰到這個前高 然後就回壓 碰到這個前高 比如說我們看家軍指數好了 我們看 起貨好了 我們看起貨好了 比如說起貨 碰到前高 大家看是17900附近 碰到這邊 比如下周1或下周2 到達了這邊 然後開始壓回 然後走 又往下跌這樣子 大家覺得這個是 是這個第一個劇本呢 還是覺得說是第二個劇本 第二個劇本是 輕鬆突破啦 輕輕鬆就突破了這個前高 就是17900 對那 給大家思考一下 我再講一下我自己個人的一個 粗淺的看法 不一定正確 那我自己個人看法 我會覺得是2 我會覺得是2 並不是說我很多頭還是什麼之類的 因為如果單看目前的指數來說 還有我們認識的一些架構來說的話 就這一層是 我會覺得他的壓力會比較重 就這一層這個位置反彈點的位置 是 之前說這邊是拉上來 上去下來的一個 頭肩頂的一個結構 我認為這個地方的一個 主要的壓力是比較大 就是17700 反而會覺得 前高壓力的那個壓力沒那麼重 但是你說有可能一次就突破 沒有這邊打一次就 我沒有打一次我就輕鬆突破 我覺得可能沒辦法說一次 可能 但我覺得應該是 有機會 蠻大機會 就是會 輕鬆突破 那再來的話我們就 先看一下假設啦 我們這個地方就是一個頭肩頂嘛 OK 這邊是一個頭肩頂的結構 那我們來回看一下 曾經有沒有 然後我是稍微眼睛定眼一瞄 欸有 在前年的時候 大家看一下前年 前年這個地方也是 頭肩頂 上去下來 上去下來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很長得很像 我們上週分析的頭肩頂的結構 那這個聰明人呢 會說 這個會跌幅滿足 會跌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盡情的放空 那但是呢這邊就被趕上去嘛 那那時候底部這裡又 在這邊橫了大概兩週 然後做了一個WD 然後往上走 對不對 然後呢他站上來到這一層 有沒有 站上來之後呢 他卡住 卡住了幾天 之後 就 棒 就衝上去 那這一根啊 這一根是在 1月30 那他剛好是出關的那一天 他 會不會 會不會呢 利用也是差不多原則 但是我覺得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對啊 拉遠給大家看 左邊這邊他是用WD 兩週 但是我們這邊的這個破底翻 這邊是WD的破底翻 很久 那我這邊W的破底翻呢 沒有WD 只有兩根 然後第三根往上衝 算是一個 也不算卡形底吧 也看起來不太像 然後呢 我們剛剛說嘛 這個地方是利用的那個什麼 封關之後的出關嘛 就是 那個什麼 應該說 新村的第一天交易日 隔一年 隔一年的 不算隔一年就是 過完年之後的第一天交易日往上衝 那但是呢 我稍微看一下 我們離那個封關好像是在2月5號吧 還有 這樣子 11天 11天 所以想說11天有可能就會卡在 17700 然後跟1790 你這邊上上下下 震盪嘛 這個劇本感覺上 不太可能會發生 所以 我覺得如果說我們回看的話 我們就 我會覺得說可能 比較有機會會做 做這樣子 像目前的 畫呢 像目前突出來的這一根 蠻像是這邊的格局嘛 很像是 2023年1月10號的格局 就是 大傘 之後的 小小的 撐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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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好像可以做功 看起來可以做功然後就往上突破這樣子 目前的想法 就會覺得說可能會來到這個17900 讓一些 看撐壓的人 看結構的人去做空 然後空一空之後直接在往上一拉 我自己個人的想法 所以說 我會選擇是做這個 第二個 所以我覺得是輕鬆突破 應該是不會有重疊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目前的想法 那不一定準 也是看過往的一些 就是一些走勢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來看這個 雖然說想要點短講但是還是講 講了蠻久 我們就來看他強勢骨吧 強勢骨我們就抓 三檔 那基本上全部都抓這個成交量大的 好了看一下這個昨天打臉自己 這個群創 群創說這是那個波段來的新高嘛 然後K棒很醜 然後 成交量是波段來說的這個最大 然後是出OK 那今天呢 仍然 仍然還是到達大概就是他的前高點 16.7 那如果說 真的 真的真的突破了 那 倒是可以去考慮一下 突破回撤的一單 那你要思考的是 曾經這裡也是這樣子 突破回撤 那也有可能會往下跌 所以我常常講說 我們是玩個機率的遊戲 那當然 我在昨天有說嗎 我說 有在這一根進場 然後這一根是做 就全部出掉了 因為期貨的部位 這樣子 所以說目前來說 壓力人看這裡 所以 再怎麼樣 再怎麼喜歡 也是 不應該買在這個地方 不應該買在這個地方 一定要等他 出方向再說 好啦我們看陰夜打吧 陰夜打 不曉得大家這個套牢的人 有沒有都解套了 那基本上我覺得應該會被 嚇在這個地方吧 或者是這個 這個點 我覺得反而可能 比較少 這兩根比較有機會 這是非常非常絕望 賣掉之後往上飛 對真正 不要去追高啦 不要去追高 真是不要去追這個 所一致所的 你這麼會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幹嘛 OK那現在看回來呢 仍然壓力還在5.2 2.5 然後這裡打了一個 就是真的一個W 真的感覺 我發現就把它看成一個 翻框吧 那如果說有突破 漂亮的突破的話 要收盤上去 那回撤 再去關注看看 好我們看下一檔 神達 神達好像前幾天有講過 對那時候說這邊是一個破 破底嘛 然後翻上來 翻上來之後在昨天又有 插一根下影線 那今天就往上走 就蠻幸運的啦 那我個人呢 就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會不會 上去之後層層都是一些 壓力 不過 像說我今天的偉創跟廣達他們技嘉 就是到一些 其實技嘉原先到前高位 我就想賣了 那我覺得神達可能到前高位 看自己啊 看自己 因為有一些人他的停損的一個比例 比如說他是 每一次的停損比例就是他可能是5%停損 那他要到可能2030%以上 他才要整個單去賣掉 這樣子的人 應該我相信也有 就是說他每一次交易他是想要做一個大比的這樣子 對那 那我們會比較說稍微再操作細節一點 對去保護好自己的一個資金 那目前就看 這個前高位看有沒有一個比較重壓 在46塊左右吧 對那之前呢 這個忘記的節目裡面有沒有講過 不過到會員客也有講過 所以說如果說進場這個 蠻幸運的因為那時候進場 有講過嗎 進場加勢打他是停損的 我來看他今天那個加勢打長怎樣知道 是要長回來了 也沒有特別 那時候進場在這一根吧 沒有進場高一點 高一點地方然後 在周三停損 對不對 今天稍微翻回來 但是怎麼看就覺得說 是翻回到這個45 不是翻到46.4 這樣子 就還是比較弱一點 那神達是比較強 反正就是 阻力就是走不一樣的路 OK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吧 然後第二部那個 那個影片的部分的話 就明天再發吧 因為 就是最近在想一些別的事情 所以花一些時間做別的事 好這樣子吧謝謝大家拜拜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